好每一年的农历七月呢 玉璃慈慧堂都会举办中原普渡祈福法会 并且会准备各式祭品三百份来祭拜好兄弟 那么由主任委员张灵勋来带领全体的委员来参与 到了第二天呢 马上就会举行物资发放的活动 那么会将这个三百份的祭品式发放给玉璃正宫所列册的低收入户 以物尽其用的观念呢来发挥母娘慈悲的精神 让有需要的人获得帮助 一早活动现场就热闹温馨 有先座法郎团队进行议检 高师傅团队进行议推活动 还有维纳斯舞团带来歌舞 前正名代表邱玉璃的萨克斯风吹奏表演 为活动增添了欢乐气氛 每年的农历七月玉璃慈会堂都会举办中原普渡祈福法会 并准备各式的祭品三百份祭拜好兄弟 由主任委员张凌勋带领全体委员参与 到了第二天马上举行物资发放活动 每一年都有花莲县政府以及玉璃政公所指导 另外有立委副昆期办公室 玉璃分局消防分队 玉璃卫生所 玉璃护站事务所 先做法郎 高师傅 逸推团队等共同协办 将这个三百份祭品发放给玉璃政公所列册的低手入户 以物尽其用的观念发挥母娘慈悲的精神 让有需要的人获得帮助 记者高爽爽玉璃政采访报道